香港變了 現在中國一路一路起 我是中國人我應該很驕傲 但是我看到香港還有一些很恐怖的人 尤其是我敢說是民主派 在立法那些人 我不明白他們不是有這樣的想法 他們還是覺得外國的東西是很好的 其實我這些反對很久了 我又講回我以前的故事 我記得97年前那時候 香港的好學校是給外國人優先入的 為什麼這樣? 我們納稅 我們在香港拿不到 而他們不是納稅 他們來香港做事都沒有納稅 他們都拿了香港福利 還有一件好笑的 我在97年前那時候 在工程學會聽過一個 seminar 有一個美國的生意人 他們來講talk 他們來講talk 他說香港的環境很差 他說其實你們香港的工程師 可以告香港政府說他不搞得好那個環保 令到你健康不好的喔 原來這個鬼佬呢 美國人就是做環保生意的 那他就潑的喔 那當時我很多人看不過眼喔 有一些印度人 巴基斯坦人 就是起身側問他 那但是呢 他側問那些東西是對的 但是有很多還是香港的工程師 他是本身在英國殖民地受的教學太深了 覺得這些這樣的印度人啊 巴基斯坦是低層次 用一個很恐怖的眼光來啤示他們 他們不應該妨礙問話的 其實我覺得他完全是對的喔 好了 那我們到今天了 我們應不應該再接受一些 這樣的 推外國 踩自己香港人的立法局議員了 我開始想講我心底的說話了 在這個時候 有很多立法局議員講的事情 是像漢奸的喔 像走狗的喔 賣國賊的喔 我其實不喜歡用這些 這麼重詞句的 但是我不能夠 不認真去表達這些人這樣的類型的喔 那還有呢 現在我還見到有一些年輕人 他夠膽在那個英國領事那裡 我是英國人 我願意做回英國人 叫回英國人來管我們 有些是拿著美國國旗的喔 這些是他自己想的喔 我不明白哪些人教他喔 他在外國住過沒有 我相信他沒住過 有住過他不會這樣說 事到今時今日呢 以前中國窮呢 都不相信的啊 這條戲 不過就是忍住的 現在不同的了 我認為不應該忍的了 中國人呢 以前的文化呢 就是要忍的 其實是對的 當你沒有這樣的條件 你吵來幹什麼呢 現在 應不應該吵呢 見仁見仁 我認為應該不能夠接受的了 現在 好像例如 我們以前殖民地亞 其實很多事情在進行洗我們香港腦 例如那些 學校啊 工程師學會啊 很多時候 去到很多地方 去我們的年輕人那裡 去洗著年輕人的腦 不要覺得奇怪啊 其實很多是代表著外國的勢力 在香港的中學那裡 去洗著我們年輕人的腦 所謂的就是用錢 用勢力 原勢力 我告訴你 我有一個經歷的 大約在八年前 那麽呢 就 有一班中國律師 因為我在中國都認識一些同學的 我有上中國讀過法律的 那麽呢 就認識到一班律師 有一班律師 突然跟我說 喂 我們有一個大聚會喔 每個省都派了兩個去的 那麽呢 就聚了 是美國 一些 一些志願團體啊 慈善啊 這樣 包了我們住宿 飲食 在福建 即是台灣對出那裏 有個聚會 那麽問我去不去 那麽我都猶豫了 其實我不太大興趣 都好啦 去見識一下 那麽就去了 那麽去到呢 原來給我們住的 我們自己買機票就可以了 那麽聽了幾日 其實我的果語都不太好 但聽得到他大約講什麽的 聽到我呢 有幾次忍不住口 我想起身罵 那麽 那麽我忍住 不出聲 不罵 那麽跟著呢 我跟 帶我去的那個中國律師說 他說 你不要罵啊 幸好你沒有罵 是他們這美國的人 來到全部 給了錢 免費的 我們 你不要說話 我們 他們是好人來的 那麽說 那麽是好人的 那我當然是不同意了 那麽我很記得 做到三日 四日三夜的 那麽全團 最後那一天 早上 早上 再講一會 然後去吃Lunch 吃完Lunch 還有禮物派的 那派完 他講最後了 那個鬼佬出來 還有兩個鬼妹 那個鬼佬就是60歲左右 是律師來的 然後兩個鬼妹 又27歲 那些 那些 他說 我們很高興 我們今天這個聚會 但是我們要你有進展 增進我們那個文化交流法律 下一個topic 我期望你們 就講一個topic 就是保護兒童法例 他說 中國沒有的 好初初的 有都是 那麽希望 你們給一些意見 那麽你呢 三個月內 要給你們看到的 什麽意見 寄給我們 我們 我們攀排 下次聚會 就要 建議中國 怎樣保護兒童法例的成立 那麽 那麽我一聽就知道 這是民主國家 搞的所謂 什麽保護寶 那麽我肯定 跟著搞完這個 他用鼓勵 那些律師 跟他的同學 啊 律師樓 爭取這些這樣的topic 講出來很仁慈的喔 講仁義道德的喔 保護兒童喔 但我很肯定他第二次 就會講什麽 我們人類要民主 自由 freedom of speech 言論自由 公平 其實就是在感染洗腦的 那麽當然啦 那我下次也不會去啦 那令我記憶很多東西 就是我第一次接觸呢 就是阿魯平了 我當日在香港看到阿魯平講話 他當日講的千古罪人 其實他講的我們當時覺得 不是那麽舒服的喔 因為我們不聽慣到那些東西嘛 其實中國人呢 憑我的短見 我不是很厲害 看到他喜歡用一個詞 而他形容了那些格言的東西 那些格言是有深度的 千古罪人 那第二次我接觸呢 我開始被他們吸引了 那些中國人的東西 當日他跟彭定康 吵戀巴閉的時候 阿魯平 接著第二次我接觸這些聰明 就是阿陳佐義 陳佐義呢 就跟香港爭那個機場呢 就是說我怎樣送你埋單 將會是車位人亡 那我也奇怪喔 哇這句說話 香港人吵的嘛 其實這個車位人亡 不是沒有理由的喔 只不過這個車位人亡呢 是說沒有儲蓄喔 說香港 那我走出去問他了 我說阿陳佐義先生 當日我以工程師的身份 我去聽他說話的 他來中程師學會說話 我說那你當日吵他 車位人亡了 現在就有千多二千億 那個儲備在這裡 給幾幾場咯 啊他厲害就怎樣回答我 他說就是我這樣吵 才有這麼多錢留下 如果不是香港會破產 他一句就發禮我 我那一刻覺得他是厲害 他講話真的厲害的 所以我都很尊敬這個人的 啊 三次了 我有機會在2017年左右 那時候佔中很厲害 201617 佔中亂了 那我有機會呢 我們現在經一個團 親身上去見陳佐義 那陳佐義呢 一出來呢 講第一句幾句說話 他說呢 香港現在有些人 搞搞陣 漸中 我們呢 就要當這些人呢 趕著他 趕著他等於一個過街老鼠 去到哪裡就打到他去哪裡 那當時我聽到呢 我都覺得 嘩 好兇啊 講話 不是那麼對 那麼適合 但是呢 我到我今時看呢 不同了 我真的要幾年後才明白他說什麼的 當日呢 講完之後呢 我到今天呢 見到 國安法出來了 國安法出來了 你們有沒有印象啊 有些人走路了 公開的秘密 我不談政治 我見到陳方安生 和李柱銘這兩個人 在香港 其實說不玩了 躲起來了 很多人宣佈 全靜了 這一類人 他已經收拾了 你那個走出來 會不會有人在街上罵他呢 我記得羅冠聰啊 那些又說 日本人 支那人 那類的 名字 我忘記了 我記中文有限的 周界被人罵啊 那這班人 會不會又是聯絡到這樣呢 現在他 變了樣子了 那其實 過街老鼠 這個Terms 在中國人 有他的原因 很貼切的 當全世界都不接受他的時候 他這些人 有沒有這樣的面目 周街去講託 周圍見人呢 他會不會躲起來 要躲起來 不讓別人罵他呢 那換句話 中國人 我只能夠說 陳在義說的 過街老鼠 是有他的含意 對與不對 不是我和你去評估他的 好了 我這一節就到這裡